所以那一個動作其實也是當時最大的挑戰 雖然簡單的有空橋 當然有很多所謂的恰不恰當 適不適合風水好不好之類的一個挑戰 那也是當時整附件最大最大的debate 因為我們除了把這個館做了一個空橋帶進來之外 那我們還Propose一個major的改變就是把大門換到這裡來 那這個問題我一定要回答 因為這個問題我最近比較少問了 已經問了六七年 持續在問找不到門這件事情 這是一直以來國美館在開館時一直有這樣的問題 就是大門在哪裡 聽過很多包括漢先生也跟我討論過這件事情 我們當時做了這個空橋 然後做了一個端井 端井其實是折下來的一個動作 對我而言有點像Winning Museum那個門 那我不知道各位知道在那個應該在 Lexant & Avenue的惠尼美術館 至於那個紐約市的那個馬路 它事實上是經過一個gate 在馬路門口一個gate 然後中間有兩個條空 經過一個橋進到美術館 惠尼美術館不是直接離馬路 所以至於在馬路上有一個gate 所以我們當時在想說 這樣一個在都市內部空間的這樣一個美術館 那大門是否一定要很紀念性的 從中軸線進來 然後再往下走 那這一個尺度當然在藝術展演過程裡面 但假如這個空間是已經寄存了 那我覺得沒有什麼好debate 那整部件的過程裡面 其實給我們機會去問這個問題 藝術可不可以再更親近一點 那進來的時候可不可以更沒有壓迫感 那第二件事情是250公尺 假如我可以從某個端井進來 那往右走 事實上是一個比較formal的museum 應該是各位的左手邊是比較formal的museum 然後往右手邊走 可能比較生活的美術館 那為什麼我這樣想像 因為根據當時的統計 參觀美術館的行為 通常只有兩個小時而已 一般生活 除非你是觀光 要一天供MAS八個小時 那個是觀光客做的事情 更多不供帶 是觀光客做的事情 那一定是 其實很刻意要去這樣做 那參觀美術館的高峰時期 是禮拜六禮拜天下午兩點鐘到四點鐘左右 這是我們一般的調查 那個時間最多 所以兩三個小時 其實可以 在這麼大的館 其實一定是選擇性的參觀 或是因應某個特展 或因應某個目的性的場設展 來參觀這樣的行為 因此我覺得 假如說 每一次都經過一個FOMO動線 繞一個很長的路徑 去參觀禮藥的那個館 那個空間 其實不見得在這樣的行為裡面 是合理的 所以我們當時把那個門移到中間來 我們大概希望 進來之後 這個門事實上 其實它是比較 RELAX一點 比較地景一點 因為它事實上是這個地景的延伸 形成的一個gate 那那個地景的gesture 那個符號 那樣的一個暗示 我個人覺得就夠了 因為美術館其實 事實上 只要在做一個很莊嚴的門 那我們大概覺得說 那個生活這件事情 恐怕又會很壓迫很大 那因此我們就覺得說 從那邊進來 然後旁邊放一個 我們那時候稱為伊婷 伊婷就是Information Box 就是 那個Information Box 大概是希望它可以在 台中市 未來在很多 Information 各地都有不同 Information Box 它可以串聯起來 那 在因應數位 數位展覽的過程 或數位藝術的 創作媒體的可能性 那些Info Box 其實某種程度上 也是可以做展覽的 比如說數位展覽其實 以用這種方式 跟城市資訊結合在一起 那它也是一個 藝術展覽的 一個發散的 一個機制 所以經過那個 綠園道的 我們稱之為 Landscape的一個動線 然後下方進來到 國美館之後 那這個地方 各位可以看到 其實就是 國美館最主要的 高空間的位置 因為國美館的高空間 低空間 那也是整個外牆 各位看到那些 應該是澳洲版延的 一個主要的空間 那後面是資訊 就是圖書館 資訊 那個就是我們稱之為 美術的圖書館 那我們置物的空間 其實我們當時 幾乎把所有錢 整貨的錢拿來做 蓋房子 那此話怎講 其實我們沒有辦法 花太多錢 去做室內裝修 我們蓋了很多樓地板面積 那這些選擇 其實是我們當時的 我們團隊的主張和選擇 因為我們認為 那些樓地板面積 非常非常非常重要 原因是國美館 其實有很多的獨立 展覽空間 它都非常非常巨大 但它有很弱的橫向聯繫 因為當初的很多想法 是靠垂直動線上去 然後再下來 垂直動線上去再下來 那在這麼長的一個館裡面 水平動線 事實上是非常非常重要 我們在參觀行為裡面 我覺得我們這個館 當初缺 需要非常多的屬平動線 包括各位 後面看到那個 Cafe Space 其實也是我們家的 那也是所謂的 樓地板面積的一部分 那 原因是事實上 在整部件的過程裡面 大概 那兩千年的時朝 那個時候的風氣 其實都會 幾乎去每個美術館 其實最多的參觀活動 除了去看那個展覽以外 我想三分之一的時間 是在 Shop裡面 就是一定會參觀Shop 那每一個人 我想那時候是共同的經驗 那出來的時候 都一定是買很多的 Poster 買很多的 Carender Books 就是那種 美術應用商品 其實是那時候 各個美術館 非常重要的收入來源 甚至大步於門票 在某些統計裡面 在那樣的狀態裡面 其實包括咖啡廳 美術館 其實在各個美術館 主要的那個美術館裡面 其實都是那個 點都非常非常多 而且在增設當中 各個不同的角落 都會設一些咖啡廳 那就是所謂的 就是那個Shop 就是精品店也好 就是美術館書店也好 所以我們大概利用 設置很多這種樓地板面積 讓這些空間可以發生 之外 我們蓋了很多水平的橋 包括這些橋 讓這些空間可以 橫向的串連起來 那我覺得這個動作 還蠻重要的 因為讓我們在二樓的時候 可以橫向的聯繫 不用一直 回到一樓的平面 然後再走水平面 然後到二樓去 所以這樣的一個改變 其實應該是跟各位報告的是說 我們當時真正整部件的重心是在 如何設計一個新美術館 應該可以這樣講 那個舊美術館裡面 設計一個新的 不是一個外觀而已 而是真正改變它的 Structure 那Structure不是那個結構 而是那個架構 空間脈絡跟系統 那那個事情是比較大的挑戰 包括改了門 擺了空間的配置 包括那時候去討論 B型展覽室 這邊各位現在看到的是 B型展覽室 各位左手邊裡面 最大型叫A型展覽室 那每一個地方 每一個最主要展覽館的定位 那現在定位很清楚 從三樓上面開始往下 三樓的地方是長設展 二樓是前輩藝術家 或是重要藝術家 一樓是我們最主要的當代的 所謂特展 就是當代的藝術的展覽 那這邊我們有 甚至有電影區 有演講廳 然後我們有那個數位 數位竹林 竹林數位展覽區 那這樣的一個局 其實就是在整部建築之後 那空間架構奠定的這樣子 那特別一提是 為什麼用這個竹林廳 其實也是被動的 不是我們因為 思潮的關係 設計思潮關係 希望在裡面 建築裡面放一個景觀中庭 其實完全不是 因為這個房子的建築率太大了 所以要拆掉一些屋頂 所以那個 各位現在看到拆掉很多房子 這不是我們很獨斷的 可以到一個館裡面 一個主要的美術館 決定這個拆 那個不拆 這個要留 那個不留 完全不是 那這個真正的故事就是說 我們有一個面積表 我們這個房子 當時 佔地太大了 那佔地太大 就是我們房子 多蓋了一些房子 那就是建築率超過 所以要拆掉一些建築率 然後 容積率當然 他容積率絕對公園 公園那麼大 那他少了 房公避難室 他少了地下室 我們要挖一個地下室 所以這個館本身的建築率 解決建築率問題 就是拆掉 各位假如印象 還記得 是在 各位右手邊那邊 有幾個小空間伸出去 那個像階梯狀的小空間 那之前 在做那個 資源教室 就是那個我們做的 資源教室 那 假如來過的人 很多小桌子 小板凳 小朋友在那邊上坑位置 那外面有花園 那我們拆掉那部分空間 是因為 那個可以減少我們的建築率 那竹林 竹林 天井其實也是建築率的關係 我們就 我們其實沒有拆 我們把一個天窗拿掉 那原本就很多天窗 這樣子 我們把其中一個天窗拿掉 那就不蓋天窗 讓雨水可以下來 那就符合建築率的要求 這就是我們整附件裡面 做的最大的動作 其實這就是 其實也是當時 各位駐台中的人 看過報紙 就是很多的辯論 就是到底是美容 還是要 還是什麼 就是他們 就是有一個很有趣的 就是爭辯 就是到底你們在做什麼事情 為什麼不花錢做災難事 我認為這些展覽可以藉由 每一次的展覽 因為每一次展覽 就在做室內設計 每一次展覽其實在裝修 當然 看特展的狀態 每一次展覽其實 對那個展覽空間 因應那個展覽的需求 做一次設計 那我們不是沒有做室內設計 我們把主要的那個 系統改版牆 主要的空間 跟造母的空間 基礎的空間 做好了 我們只是沒有花太多精神去 處理這個內部的空間 把它裝修得更美容美奮 那 不知道各位現在看到 這天花板其實都沒有 就只做了一個局部天花板 我們沒有做太多 像百貨公司類型的 這樣的一個空間的設計 原因是 假如有經費 我們當然會做得更好 但是在這兩者之間的選擇 我們當然還寧可相信 只要這個管的架構 叫framework 是成功的 那管 就可以再活50年 100年 而不用說每幾年 做得像一般的百貨公司 或一般的整修 因為其實整修的目的是 希望它更符合時代性 那個外觀也好 但是那個架構 永遠沒辦法改 那架構改的機會 在任何管裡面 幾乎不可能 我們現在看過這開管的歷史 因為這是一個重要的 文化資產保持的地方 當時能夠有機會這樣做 那全然是921 921那時候 包括檢藏褲那些架子倒 我們重新思考 檢藏褲的一個 那個圖殼去改善 那這個管其實 之前的架構非常非常好 921那時候 其實檢藏褲有幾個 庫業停電的關係 那就是 它無法用機械運作 保存它的那個 藝術保存 但是它之前用那個 它的檢藏褲設計 是用木頭盒子去做 所以那個 對溫室褲保持 假如說不要太不能 進出 其實那時候 保存狀態還不錯 也很多重要的畫作 但那時候 其實都沒有受到太多的熟悉 因為那個 核中核的概念 其實是以至於 日本的文化保存 這樣的技術 所以這些 總而言之 其實應該是說 我們針對這整物件的過程裡面 我們針對這些 各種不同的 基本狀態 我們做這樣的判斷 那才有今天 各位看到的這樣的樣子 那這個館 當然在2004年開館的時候 我印象最深刻的那一天 是開館的時候 還在 是晚上開館 那我們運氣非常不好 開館前兩天 是太瘋了 大家知道 那在滴水 那我一定要跟我們講 那個跟我們一點關係都沒有 因為其實這個館 其實那個原本防水工程還在做 很多不同的包 其實不同的工程 在OperLevel在那個地方 那我們整物件工程跟防水工程 其實是分開來做 那當然那次的颱風 其實也震撼了這個很多 對這個館的一個印象 那 so far 其實我覺得 在那個 那個 那個開始之後 我覺得這個館 每一天在變好 這是我的觀察 我覺得這件事情是很有趣的 因為 2004年開幕 到今天2014年 就10 years after 那其實我 我因為在台東有些案子 那 八丘 也是我們做的 我們一直在觀察 這個館的一個生命的成長 我們稱 Evolution 那 我覺得 這個館 因為那個架構的關係 它有一個很好的架構 讓它可以往前走 我覺得這是 當初 我一直覺得 我們不花錢做室內設計裝修 我覺得是一個對的一個決定 讓這個館有一個架構 有一個可能性 我覺得 讓那個可能性是 這個館 我們當時的判斷是 這個館 它的因應 多變了未來 包括藝術形式 創作形式的可能改變 包括參觀行為的改變 包括 所有的行為模式的改變 一個我覺得的一個開放性的一個結果 所以 保持那個開放 當時 確實 經過了非常多的 辯證跟討論 但是 我們很高興 它能夠走到今天 那我們 我們對這個館 其實我個人對這個館 其實在每次 導覽不同的國外的朋友 包括 我們最近辦了很多國際淨圖 包括台中文化美術館 國際淨圖 我帶評審這樣繞了一圈走 提搭隊的館 都非常的 印象非常非常深刻 因為其實 這個館其實 充滿生命力 然後 very nice 面圖 even though 它沒有太多的裝修 但它很誠實 那我覺得這個館 其實是一個 這樣的一個 一個 狀態 各位 現在後面看到的白牆 後面是精品店 精品店的 正後方就是這個拱門 最主要的 原本的 舊的那個動線 舊的國美館大門 就經過那個拱門之後 進到這個大廳 這個QR非常非常高 那之前的主牆 在那個端點 那現在 各位看到這個玻璃盒子 其實是我們當初 總部件做的一個 類似裝置藝術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空間 稱之為時光天井 但 當初我們大概 對這個館 大概有一個印象 其實那個 對比性 很強烈 那 那個對比性其實是一個 有趣的一個辯證 因為原本空間蠻暗的 在美術界很暗 那天窗其實很亮 他其實在這個美術界 有很多天窗 那天窗進來很亮的結果 那我們覺得 對那個館 產生溫度上的改變也好 那個視差的感覺 那個感覺也好 或者是局部天窗 其實有漏損 所以 假如 在整部 來過整部 建前的朋友 大家可以有印象 其實那個天窗 是被蓋起來 就是布蓋起來的 所以他有 有點黃黃的感覺 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看 有沒有那個印象 因為我們第一次進來的時候 其實那個感覺 因為 不要太亮了 結果 因為當時那個天窗很亮 希望他有點遮蔽 光線不要直接進到美術街 或者種種原因 其實天窗當時是上面有個局部覆蓋 所以進來之後 我們會感覺那個空間是有點沉 就是比較 Heavy 就是感覺比較重一點點 那我們在因應這個空間 我們需要他open the box 就是希望那個空間可以打開 然後去迎接更多的活動的同時 我們再希望自然光線可以進來 那包括最主要這個 之前黃土水那個雕塑的前面 那個水流群像的那個牆壁 上面有個大天窗 我們大概因應那個天窗 跟B型災難師跟A型災難師 跟A型災難師之間 我們大概做了這樣的一個 玻璃構造物 目的其實有兩個 一個是讓天窗下來的時候 光線 進到中頂空間的時候 比較溫和一點 被wash 掉一點 被那個玻璃 可以塞掉一點點 那個光線的強度 那有點像一個玻璃盒子一樣 帶到下面那個 A型災難師跟B型災難師之間的重要位置 那各位現在 右手邊的就是 A型災難師 是國美館最大的災難師的位置 就是一二三樓 是那個面積最大的一個災難師的位置 那 是最主要的一個災難空間 應該講 我們最大的災難空間 因此 這個位置 我們大概認為就是說 經過大門 然後進到美術館 B型災難師 到A型災難師的過渡面 這個空間 其實需要一點點 沉澱 那我們可以把壓縮到一個高度 那高度在2米4左右 其實各位現在看起來是有點壓縮 有點壓迫 其實這個目的是故意的 是希望 要進到A型災難師之前 我們希望它有一個壓縮 一個沉澱的感覺 所以進到那個裡面 各位現在看到 有座位的地方 其實可以有一個垂直仰望的一個機會 那進去這個 那個時光天井的之前 大家會覺得說 那個塑膠會放慢一點點 所以那個感覺其實是刻意營造 這個高度是刻意抓低的 它不是意外 或者不是不小心 所以我們就刻意把它壓力到一個程度 作為進到A型災難師之前的一個 一個放慢腳步的一個機制 那到裡面的時候 你可以注意力往上抬升 看到那些所謂的 這個磁黃天井上面 不管有人也好 有活動 上面一個橋 那你會放慢腳步 那目的大概這樣 是作為進入A型災難師前面的一個空間的一種宣告 那也讓整個行為降低 那你要來看另外一件事情是 它是記憶的軸線 過去的軸線到這裡 新的軸線的一個焦點的位置 那所以我們做了這樣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裝置 它稱之為時光天井 那當然當時有一些前輩藝術家的 凡木 通風凡木 裝置在 光景上面 那這個當然是一個裝置藝術 它因應不同的展覽形式 可以改變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設計 去年 eso 全